这条鱼叫做龙尾鱼啊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传说 它吃东西吃的特别多 长得特别快啊 影响到龙王了 所以龙王只允许它活一年啊 它一年就死了 如果你第一次见这种鱼的话 麻烦留个双击 算了 要不给给关注吧 老铁私信我说 还想再看一下这个水母啊 今天这大哥呀 又发现了一只 这个玩的这个静心推着 还挺有意思 咱们到海边玩耍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碰到它会麻会肿的 非常的严重 不知那个老铁你还在不在 在的话给我留下个双击 加个关注 看我每天干海直播了 这一条海曼鱼啊 它隐藏了 技术简直太差了啊 在我们当地叫它称心鱼 我祝愿所有进来的朋友 看到这条鱼的话 所有事实都顺心啊 昨天一个老铁说 你能不能不每个视频都要双击啊 今天不要了啊 你们看着给吧 记得加关注看我干海 大海真是无气无有啊 看看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看着好好好吃的药啊 挖出来瞅瞅啊 哎呦妈的真是 哎呦妈的 竟然是个珊瑚啊 兄弟们 这个可以做盆景啊 第一次见的话 老铁点个双击 加关注看我干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 这就是前段时间 拍那个大闸蟹的蟹宝宝 这二多天没见了 个头长了不少 但是但是还不能吃 估计要到中秋节前后 才能上市 说不定这里面有哪一只 到时候能出现在 您的餐桌上 这老铁如果手机有电 不卡平的情况下 请给老铁个双击 喜欢大家的关注 看我干海直播咯